跟树根 光棍棍 今天的视频可不是让大家看光棍棍 这是菱萧花 大家看它上面开花了 它的上面是这样子的 这只是一部分 现在咱们去寻找它的地上部分 这是去年的时候 素天店里面买的 当时买来就是一根光棍棍 差了三个月才长出 长出来 所以大家种菱萧花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有耐心 这个东西两三个月才能够 发芽长出来的 很慢很慢的 现在是开花的一个样子 非常的好看 我为什么会买菱萧花呢 因为我以前是在北京那边上了学 那个时候大学生园里面 就有一层菱萧花 长得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漂亮 每年的初夏都会开出一大片的花来 所以自此这个菱萧花就在我的脑海里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至于我回到家乡之后呢 我依然对这个东西念念不忘 所以我就在网上买了一颗 好在菱萧花呀 管它对不对板呢 反正都是可以的呀 哦 小朋友来了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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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咱 咪咪 咪咪 好了好了 不要被小朋友给误导了 咱们继续看花 这个菱萧花呀 网上都说不要种在家里的门前 所以我就把它种在了一个屋后 这个地方邻近我们家的鸡舍 大家看 现在的花开呢还是可以的 这个菱萧花呢是要先把 先把那个地上部分长满了那一块土地之后 才会开始开花的 所以第一年种植的时候呢 花量特别的少 今年是第二年 花量依然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呢也还可以了 这个菱萧花怎么种呢 活了之后啊 我其实只撒握一样次三元素的复合肥 然后就什么也没有管过 也就是说它呢其实种植非常简单的 就只要把它下地了之后呢 扔点复合肥 想起来就扔点 想不起来就算了 反正都能够自己开花的 它是一个非常皮实的植物哈 一定要有地啊 没地的话种起来这个花没什么意思 当然了如果家里有大院子 能够给它 请一个搞个围墙给它 给它爬的话会更好一些 我这个呢就没办法了 就这样吧 这个花期还是蛮长的 上面有蚂蚁 小心不要被蚂蚁咬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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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